大家好,在艾森除了煤矿工业建筑群,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下的建筑,另一个世界文明的地方就是佛科旺博物馆。 视频开始之前,希望一键三连表示感谢。 艾森建成1400多年,而艾森大城市圈的历史有140多年,其中佛科旺就占据了100年的历史。 今年2022年正值佛科旺博物馆100周年的纪念,我们来这里看看它的百年特展。 东西方的碰撞,雷诺,莫奈和高庚。 佛科旺语词来自于北欧神话之中,女神佛雷亚位于阿斯加特之中的宫殿名。 另外,隐身的意义也有人们聚集的地方。 因为当时的创始人奥斯特豪斯,希望人们聚集在这里欣赏他所收集来的艺术品。 最早的佛科旺博物馆位于北欧洲的哈根,而不是今天的艾森。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它转换城市呢? 1874年出生的奥斯特豪斯,从小钟爱艺术。 虽然应父亲的要求,开始的时候学习经商,但是最后还是跟随他自己的意愿,学习艺术。 也因为家族的富裕,而从小就开始收集艺术品。 开始的时候,从自然科学展品到欧洲艺术都有设例,但是最后,主要的收集都集中在欧洲艺术之上, 并在1902年在哈根成立佛科旺艺术馆,由此来展示它的个人收藏。 在他去世之前,他曾立下遗嘱,希望自己的全部收藏一起被购买,以此得到收藏和展示。 1921年,遗产继承委员会与埃森市达成协议。 艾森市购买全部展品,并将去与自己的海报博物馆合并,保留佛科旺的名字。 这次佛科旺博物馆,从北威州的哈根移到了艾森。 而就在同一时期, 遥远的东方,日本大收藏家松芳姓茨郎,有着和奥斯特豪斯相同的爱好,一生积极地收藏西方艺术。 在欧洲期间,与各大画家为友,收藏了大量的梵高、赛尚、莫奈的作品。 但是当时的松芳没能把艺术品带回日本,战败后的日本使得松芳在法国的收藏品落入法国手中,之后,法国归还了部分的艺术品。 才有了今天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。 而这一次的特展,也是国立西洋美术馆 即20世纪50年代以来,第二次将展品在欧洲展出,其中包括了120余幅的梵高、莫奈的画作。 在这次的展览中,除了来自两个博物馆中, 大量的法国印象派画作,还加入了一些现代日本艺术家的作品,来补充整个展览的完整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使得展览成为老一代和现一代艺术家的 碰撞与对话 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交流 也回到了两位收藏家最初收藏艺术品的初衷 除了这次的百年特展 爱森佛科望展览馆的长设展厅也值得你停留 这里一共收集了600余幅的油画作品 280座雕塑以及12800余幅素描作品 和5万件的摄影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横跨2000余年的瓷器作品 当然佛科望的重点在于欧洲印象派 和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之上 2006年库博集团更出资邀请美国著名建筑家 大卫齐波菲尔德修建展馆新意 并承担展馆门票的部分 自此佛科望也成为了德国第一个免费向大众开放的艺术博物馆 好了 这一次的逛逛博物馆系列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